你怎樣? 你咬了開就流了胃了 為什麼他要喜歡這個壽司? 對,大家常常吃粟米 白粟?白粟叫粟米? 對,白粟米沙律壽司 我和劉永浩在日本 就特地吃了這個日本壽司狼 就和香港對比 那條片我會叫做 丁絲狼 大家好,歡迎收看二字大國際 早晨 早晨 9月的壽司狼 這個滿福滿足際 今天多謝小景哥 好久沒見 重點就是我們研究到怎樣吃粟米後 可以不用排隊 只要你10點半過來吃就不用排隊 還有大部分都是來自北極道的食材 開心 希望開心 吃過這麼多食材 我是第二次來吃的 吃了9個月 你第二次嗎? 是啊 希望你今個月可以得到滿足的太子 我們是吃粟米 輕輕一勺,連粟米都可以吃 食物就來到了 剛才說到什麼 我Cast中了公展小姐 公展小姐 公展小姐是 是什麼來的? 公展會搞的一個選美活動 我們就要 才藝表現 去銷售自己那間公司 哦 你才藝表現什麼 不知道 我就知道那間公司叫法載生 你那間? 是啊 是代表一間公司參選 我是代量公司 我以為那間法載生是你的 剛才我聽完之後 還是真的是你的? 我代表那間公司 我代表 我代表 有發作生意我就發達了 你試試表演蝕蟲吧 我覺得有機會 我們會有什麼順序 我們順序是跟他 最瘋的是 吞拿魚的期間肯定處打 是 coming soon 是不是到啊? 我們不是太早了 不過我想說 壽司王 就算食物怎樣失望都好 暫時吃過這麼多間 在職員的服務態度 真的很好 大家是不是已經認得你了? 我也想不到來到黃埔這一間都認得我 我也很意外 我覺得他們很有禮貌 也很感謝他們 給我們方便拍攝 但食物我也是會如實報導 試這個先 哇 你懂什麼? 為什麼我們沒有這個? 有有有 這個 是不是跟樣子有點不同?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我們乾了 我那個食物就很自然 入口裡 入口裡 對 因為 厲害食品 八爪魚 竟然是做到入口即用 在我自己本身 認為八爪魚 都是咬到比較韌口的食物 但它真的很入口即用 一吃下去就 沒有了 但是八爪魚的味道也有 所以以一個不吃八爪魚的人來說 我就推薦了 這個 偏鮮甜的 這個也是偏鮮甜的 對 我也是偏鮮甜的 第1個就推薦了 壽司狼 9月好東西 它叫Tap Dap Tap Dap 壽司 它有一個葉在裡面 沒錯 為什麼我說不好吃這個? 就是因為這塊葉很腸味 無論上面的魚是什麼味道 只要一吃這塊葉 就變成這塊葉的味道 我覺得舊魚挺好吃 就是 紫蘇葉 好厲害 就是這塊這樣的紫蘇葉 你剛才沒有分開吃嗎 剛才分開吃舊魚挺好吃的 我也覺得是 舊魚也是那些不腥 也很入口即用的魚 我覺得如果它沒有紫蘇葉 我覺得它會很好吃 對 所以我也會叫這個做紫蘇葉壽司 就是我自己不太推薦 撕了紫蘇葉要你推不推薦 推薦的 我也覺得是 我們漏了 謝謝 我今天忘了帶 這個 每次我都會拿出來 這個是餐前吃的 公司一度斷貨 我那段時間沒有吃 然後我現在吃了 我的體重是保持輕了 我以為你會說 你沒有吃的時候肥了多少 都肥了 沒有那段時間 大概47 48 有吃到45 40 那你現在呢 現在30幾 睡醒了 還沒睡醒啊 耶 到我最期待的 那一格了 這個是 我剛才稱讚完它的壽司名 他現在有點強發 極上三文魚子海苔包 那個是極上金海魯海苔包 金是甜的意思嘛 對 海魯是蝦 就是甜蝦 原來海魯是蝦 先吃三文魚子 我之前呢 有聽說呢 是這樣蘸醬的 是用它來幫忙蘸 蘸醬 上網見過是這樣蘸醬 這樣蘸醬 這樣蘸醬就蘸得很平均 哇你好厲害 大家學到東西 厲害 果然是沒有找錯人 我都想整口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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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味啊 那些三文魚子 這次爆漿之後呢 是覺得稠的 那些汁是稠的 是濃的 這個我推薦 22元一塊 雖然22元一塊 但是這個口感呢 推薦 它真的比一般的三文魚子 是重味一點 是啊 好好吃 這麼重味啊 這個可以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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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很震亡啊 純粹是剛剛的三文魚子 再加多些蝦 這樣上去 所以理論上就 沒有死的 也都變成了 變成了27元一塊 就是給5元 就買多 就買多 這麼多蝦 5條左右 對的 5條 即是1元一條蝦 大家 覺得值不值 很大塊 其實很大塊 很大塊 我是一口放的 很辛苦 它是比起 有三文魚子 比較甜 好吃 這個也是好吃的 很好吃 我想說的 紫菜 因為我少吃 我覺得它的海苔也不錯 放進口裡 是海苔味 先到三文魚子 很好吃 你這個月很幸運 真的 你這個月很幸運 這個月是比較好吃的 對 上個月和再上個月 都有點麻煩 戒末海螺軍艦 嘩 你眼睛也挺紅 厲害 3.5時力才看到 是一些E的 對 你吃不吃 海螺 我吃的 所以我看到菜餐的時候 就覺得我今天很開心 聞下去 很普通的 嗯 很後悔 可以說好吃 一般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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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些海螺 咬下去 你叫做有咬喉 你真的會 有很久 真的會吃到 都ok 因為很多舊 但是它本身的 海水咸味也都在 就是我分得出 醬油味和海水咸味 你應該吃得很expert 12塊是兩塊 所以就是6塊 我這次又推薦了 為什麼它要出一個這樣的壽司 對 大家常常吃濕米 白粟 白粟叫粟米 對 白粟米沙律壽司 白粟米沙律軍艦 它這個軍艦也是12塊 這個也是12塊 為什麼我不吃這個 對 為什麼大家給15塊吃濕米 為什麼不吃海螺 它一定是上禁的 它本身這麼多沙律醬 應該不用點醬油 我先點一邊 你ok 你ok 很陣亡 你待會出event 白色身為有魔咒 是啊 我頭髮也有 哈哈 什麼事 我想說 同身我白壽司狼的人 好像每個人都一定中醬 說真的 它吃了 就跟你在那些自助餐 你就可以去沙律自己 把粟米自己加些沙律醬 我個人認為是一模一樣的 好吃嗎 還是極福的東西呢 我覺得它不是極福 但是它有點無謂 但是我覺得它不算清甜 都可以不斷說 我不知道 但是我始終覺得 12元 剛才你說得很好 12元吃我 12元吃壽司 我吃海螺 我覺得也正常 因為第一次吃 有驚喜 接受力很高 野菜可樂餅 那就搞笑 它每次都用不同的東西來做可樂餅 做可樂餅 有蝦有蟹 這次猜不到連野菜都出了 最不期待的就是野菜 我相信你 但是應該就健康一點 這些是不是有什麼醬 我覺得這個餅 不是很好啊 如果是減肥的女生 不會浪費一個這樣 如果你要吃蔬菜薯餅 它不叫蔬菜薯餅 它不叫蔬菜薯餅 它不叫可樂 現在好吃一點 它是不是比以前的可樂餅 這次是12元一塊 它以前有龍蝦的 龍蝦22元一塊 它知道自己是野菜 所以就變回12元一塊 但是對不起 小弟這次也是不推薦 好普通 你肚通? 好普通 我覺得我們的影片是由這樣 上台嘩嘩嘩嘩嘩 濃厚尺六百湯拉麵 一是赤六一是赤貴 不好意思 我相信就算讀中文 讀到差不多的人 都不會懂得每一塊魚的名字 它是32元 它裡面總共有一塊 你吃不吃? 我吃的 你吃吧 大家真的記得 如果想不排隊 真的十點半過來吃 我們都不是十點半 我們大概十點九左右 我們大概十點半 我喜歡魚 你喜歡魚 有什麼感覺? 魚 很嫩滑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 嗯 還有鮮甜 聲不聲不聲 不聲 但我本身個人不怕聲 噢OK 這麼多人都不 那些嘉賓們大家都不怕聲 價錢不少 三十多元 三十多元 一碗仔 如果是一個人吃的話 就真的差不多 我好像吃到魚有點苦 有一點苦 有個位置很苦 有些魚內臟附近 有些位置很苦 拉麵來說 真的 我不想浪費在這個地方 雖然湯不差 但是 為什麼會搭配這種魚呢? 不知道啊 就是他們的配搭 是很神奇的 魚湯 魚白湯 比較喜歡豬骨湯 大魚湯有健康的東西 三十二元 這次這個熱食 不推薦呢? 我沒有吃到魚 我說不到 不推薦 不推薦 連續第二次的熱食 是不推薦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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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快了快了 快了快了 大家吃回壽司 壽司狼很好吃 為什麼要做那麼多其他東西? 壽司狼其實 新名叫做甜品狼 因為壽司狼的甜品 比它所有的壽司 為什麼這次沒有點甜品呢? 就是因為 都重複了 百童味巴菲竟然可以年期三個月 哦 是啊 所以就 巴斯烤芝士蛋糕 以前試過 這個故意留回最後講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我剛剛從日本回來 我跟劉永浩在日本 就故意吃了日本壽司狼 跟香港對比 那條片我會叫做 編司狼 因為一定比香港好吃 剛好這碟東西 如果我沒有記錯 快點喝了你的魚湯 喝吧 魚湯健康 這個就是在日本有的菜式 就是在日本剛剛吃完 現在在香港又吃一次 是不是這麼快就要來個編司狼呢? 那就嘗試 它的巴斯烤芝士蛋糕 是電法來的 跟上次看到的時候有一點點分別 這次很狂野 狂野巴斯烤 現在先吃了這個 它分配得不錯 一人一餃 我來到的時候 我覺得它很帥 對 它排的擺盤很好 嗯 那就是魷魚配了這個薑醋飯 日本那碟也是 它裡面是薑飯 我還在想 我吃的油這麼薑 不是不是 夠魷魚 我真的喜歡日本那條多些 不是主觀 真的 日本那條是真的 好吃少少 對這塊你吃下去 是不是都少韌 嗯 是啊 我反而覺得日本那條比較軟 比較容易吃一點 嗯 我個人覺得 如果它可以烤到魷魚 有一點脆變的那種香烤的味道 你這樣說完也覺得是 你喜歡吃薑嗎? 一般 我也一般 一人一條 一人一條 神經病 都算大條 怎樣啊 你咬得開 又咬得開 又咬得開 咬得開 咬得開炸粉 OK 我們是放了一段小時間 但我覺得 還不至於它這麼韌 這條跟日本那條最大的分別 就是它真的 日本那條真的一咬就開了 日本那條我和另外一條都放了很久 你會感覺到現在咬下去的那個韌 真的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不是說放久了它就會韌成這樣 我不會放一個錢去買它來吃 對 32元一碟 對不起不推薦 這次是Hoky蛋糕 最後要點這個是對的 把你之前的記憶都洗掉 真的好吃 對 洗了粟米酒 洗了紫蘇葉酒 不行 不行 洗了野菜可樂餅酒 頂它 我肯定 神經病 最後一碟吃好吃的東西 就整餐都好吃 不是啊 不是啊 也有好吃 嘩 它後面還藏了那些東西 為什麼你可以發現到它後面還藏著一張並且拔出來看 它這裡也有啊 你見不到嗎 嘩你也真厲害 這裡是不是下期啊 幫你預告 真的懷疑 或者過兩個星期之後 如果我們今天有任務 對 你吃個壽司狼可以吃個密室逃脫的管 這個就是另類玩法 這個真的還有 9個月了 才知道原來它有這個玩法 總括來說 我自己覺得比上兩個月好 嘩 原來我試試看 即是Top 3 Top 3有的 OK 應該是本年Top 3有的 還有4個月才是齊12集 第9集來說 已經算是頭三名不好了 嗯 希望下個月可以更好 那些粟米那些我覺得 真的可以不太出現 如果喜歡看的話 就記得這個頻道 我每個月都會拍一集 壽司狼的Promotion 給大家看 謝謝小瑩今天上來吧 希望你快點想到你公子妹小姐 為你表演什麼好 訂閱我和小瑩的IG 讀Youtube頻道 對 好奇調轉了來說 不要緊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有沒有人想學剪片 窮啊 賣心得 剛剛想開始拍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業的你 見過外面很多學校 或者正規課程 都沒有專門教剪Youtube的技巧 所以我這次就決定 不是教結他 就把我這8年裡的剪片經驗 全部group 做一個速成班 放心會由零開始教起 手把手教學 四堂裡面一定學會 除非你太蠢 但你看看我 你都應該知道 不會有可能蠢得過 Yisida的兒子 報讀這個班 你還可以得到 這麼多年以來存在的 超方面剪片素材 另外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 Youtube朋友 是很想請剪片的 這也是我自己開這個班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剪不切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 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按連結 報名 多謝 拜拜